天主教 信仰的默想 作者 信仰不只是空泛的希望 它必须合理 信仰不仅是情感所需 更需基于理性 天主教徒们相信 有一位奥秘的天主存在着 他透过圣经和教会 在对我们说话 第一章 信经的默想 他在比拉多执政时蒙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死而安葬 我们相信基督是天主之子 和圣父一样是真天主 然而我们也相信 他被一位腐败的执政官审判 极端痛苦地死在十字架上 永生的造物主贬低自己 如同罪犯一样 赤身裸体 被残酷地鞭打 拒绝 抛弃和侮辱 这可能是真的吗 若是真的 他是为了什么而这样做呢 然而正是这个教理 让基督宗教的教义 有可信度 因为没有人愿意为他造假 他如此的惊人 甚至怪异 因为天主竟然让他自己 所造的人类如此羞辱他 并杀害他 真是一个怪异的宗教信仰 但是十字架告诉我们 天主一乎寻常地谦虚 圣保禄在腓里伯书说 耶稣具有天主的形体 却使自己空虚 娶了奴仆的形体 他贬异自己 且死在十字架上 如果我们真正相信 主耶稣死于羞辱 那我们怎能举止傲慢 并自以为比别人优越呢 我们又怎能批判别人 不如我们呢 他为了我们的缘故 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亡 这是多么惊人 且不可思议的爱 天主教的信仰告诉我们 耶稣真正死了 如果他真正死了 那么他就真正是人 天主应该不会死亡 可是他却真正死了 永恒的圣言 天主子 也就是天主本身 唯一会死的原因是 他成为了人 是人才会死亡 所以耶稣完全是人 也完全是神 他死了 像我们一样 经历了死亡的恐怖 天主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 我们终有一天 也会尝到死亡的滋味 可是天主 早就为我们体验过那滋味 天主之子耶稣 选择进入死亡 诅咒和惧怕 为的是拯救我们 免于永远的死亡 希伯来书说 基督借着死亡 解救了那些因死亡的恐怖 而一生做奴隶的人 我们从不曾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轻松 真正的品味生活 因为我们一直都很清楚 这样的自由 轻松和幸福都将终止 然而耶稣借着自己的死亡 使他们不致被终结 事实上 如果我们跟随耶稣 他必会把我们 从永远的死亡中拯救出来 进入死亡并不容易 我们会陷入未知的黑暗中 但是我们深信 在这黑暗中 必会看到天主的光 信经的默想 欢迎大家下期继续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